今集邀請到市政處家代表呂雅黎小姐上來節目 呂小姐 你好 農曆新年剛過了 有些市民的家可能仍然有年糕 擺了這麼久的年糕還能不能夠食用? 有什麼需要注意? 傳統農曆新年習俗喜歡將年糕擲過年 與現年年糕升 但澳門的天氣潮濕溫暖 擲年的年糕在長時間放置在室溫下 大大提高了煤菌滋生的機會 如果年糕真的長出煤菌 就應該整個掉掉它 不要以為將發煤的部分切了就可以食用 因為煤菌的周圍和裡面潛藏著許多 肉眼看不到的煤菌包子和菌絲 煤菌包子無色、無味、無臭 就算你切了發煤的部分 也無法確保剩下的部分 沒有受到煤菌污染 再加上煤菌的毒素在高溫煎炸之後 仍然會存在 一旦進食過量的話 就會引發急性腸胃炎 或者會損害肝臟 影響身體健康 除了年糕之外 由於冬天轉春天的天氣溫暖潮濕 容易滋生細菌、煤菌等微生物 如果食品的儲存稍為不當 就會特別容易變壞 所以我們必須將食物儲存在乾爽的地方 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而開封了的食物 就應該存放在密封的容器裡面 並且盡快吃完 如果發現食物包裝有破損 味道有意或發毛的話 就應該立即丟掉它 除了年糕之外 不少人新年過後 都喜歡醃一些咸金吉來吃 這個做法又正不正確呢? 由於賀年盆椎的花位和果實 是作為懸藝觀賞的用途 並非為了工人食用而種植 而為了長時間保持美觀和防治重開 花位和果實可能被施放農藥 因此本署特別呼籲 看年盆吉並非供食用的水果 市民切勿採集盆吉 直接食用或加工業制 以保障身體健康 如果市民想要了解 更多日常食安資訊 可以通過什麼途徑獲取呢? 由於越來越多的市民 習慣了透過手機來接收資訊 為此市政署開設了專門的食安微信號 以發佈各種食安風險的提示資訊 科普知識等等的內容 值以提升大眾的防範意識 市民可以在微信平台搜尋 市政署食品安全資訊 或者掃描以下的QR Code去瀏覽 除此之外 我們亦提供了食安的Facebook專頁 和Instagram帳號 歡迎市民按讚關注 以掌握最新最全面的食安訊息 謝謝你 呂小姐 謝謝阿希 今集節目時間到了 再會 謝謝阿希 謝謝阿希 謝謝阿希